那今天呢我们讲一个不一样的flux的放大技术 那这个放大技术不一样在哪呢 我们可以把它解析为两点啊 首先它是完全基于flux生态的 那我们之前虽然也讲过flux的放大技术 但是那个技术呢 一般是需要别的模型作为辅助的 换句话说就是你必须使用SDL5或者是SDXL 才能进行我们必要的这个放大的任务 那第二点呢是说这个放大呢 完全是用一个contournet的放大器来实现的 你注意它是一个contournet的放大器 那我们之前的放大流程里边虽然也用contournet 但是更多用的是tile去保持图片的一致性 而这个contournet它本身就是一个放大器 就是用来做这个放大任务的 所以总体上来看呢 这个就是一个完全基于flux生态的一个放大流程 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使用这个技术来实现的一个放大的效果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原式的图片 那我们看一下放大之后的效果 首先呢这个图片的饱和度呢 会有一定的提升 你注意这个发光的这个位置 它明显的会变得更鲜亮一些 这儿呢也比较清楚 另外呢就是增加细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个图像就变得更加的漂亮 另外呢细节会更加丰富 而且这个细节不是乱加的啊 你这样看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下面把它放大 你来看一下 这是原式图片 那经过我们放大之后 你注意它的皮肤的纹理 是不是更加的细致 而且更加接近于真人的这种感觉 那个塑料的质感呢也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抑制 另外你注意我们会增加很多发丝啊 这样的一些因素啊 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说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 你要注意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放大技术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完成两个关键性的节点 或者就两个关键性的环节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增加整个图片的细节 这样的话呢你在放大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这种细节点出现 包括皮肤的纹理 第二个我们必须保持整个主体元素的一致性 那这个主体元素可能是人物也可能是井物 也就是说你必须让放大之后的图片和圆图片呢 是保持一致的 比方我们在原来的流程里边用到的套模型 主要作用的就是为了保证主体的一致性 那下面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关键问题 在整个的这个flux的放大流程里边 我们是靠什么来增加这个细节呢 我们靠的是一个Laura 大家注意 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这个Laura 在Civet AI上的一个页面 那它的名字呢叫做FlexUltimeter 它有一个注解 Another Flux的Detailer 那这也就是说明这是一个细节的优化器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呢 我现在把它给翻译成了中文 大家看一下啊 那这个的主要特点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超逼真的细节 因为它核心就是为了增加细节嘛 所以说呢这个细节呢是非常逼真的 第二个就是可以增加颜色的鲜艺度 也就是增加饱和度 这个我们在刚才展示那个灯光那个斑点的时候也看得比较清楚 另外的话呢它有直观的细节设计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认为它对细节反应是非常灵敏的 即便是我们设的权重比较小 即便是给0.1 那可能你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细节的体验 另外的话就是它可以和其他的Laura进行无缝的集成 那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只用一个Laura 会和其他的Laura呢进行集成使用 那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Laura之间的相互冲突 那这个Laura呢会很好的规避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 但是呢你需要注意在集成到其他Laura 或者和其他Laura统一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的强度呢需要设定的小一点 它建议值呢是小于0.5 那另外的话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这有一个使用技巧啊 就是它的强度值呢它建议是0.6 当然呢这个只是一个推荐值 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它下面呢也有一些视力图片 这些图片呢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直观的看到 使用和不使用这个Laura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所以说呢我们还需要实测一下 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实测一下这个Laura的效果 这个呢是一个空的工作流 我们先来构建一个基本的flux的工作流 这呢我将位置稍微调整一下啊 就是这个guidance的位置 现在我是将guidance的位置 直接存成了一个变量 这个在后边我们用containite的时候不太方便啊 所以说我把它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存变量 存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进行调整 其实原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那我们填上一个提示词 提示词尽量的简单一点啊 那我们在测试Laura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太希望复杂的提示词 影响我们对Laura的整体展现的一个判断 我这直接写了一个beautiful girl 下边呢我们来跑一下 跑之前呢我们把参数稍微调整一下 25不采样 好我们来看一下生成图片 现在呢我们得到了一张图片啊 大家注意可能你觉得这个人物呢不太好看 或者说他可能更像西方人物 如果你想调整这个人物的效果 或者说把它从西方人物变成东方人物的话 你可以有两种方法 另一种方法你直接写 他是一个中国人日本人或者是韩国人 当然呢也可以呢通过这样关联的一个技术 比方我加black hair 因为在很多训练数据里边呢 黑头发的往往呢是东方人啊 这样做的话也是比较有效的 而且生成的人物呢也不会那么刻板 我们试一下 看一下现在呢出现了一个动漫的人物啊 所以说我们还得接着调 我们直接加一个photo 当然你加photo有的时候不起作用 你在photo下边尽量的加上某些形容 比方我们加HDRphoto 但别的词也可以 那这个技术其实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 我们在写很多提示词的时候 比方你说头发是红的 你可以写成red hair 红的 可能这个效果就不是特别好啊 你可以写一个酒红色 或者玫瑰红色 他就会非常的漂亮 这个你在写多了之后 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直观的感觉啊 就是在这个很多时候提示词就变得很重要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就是一个这样的效果啊 那由于我们并不是测这个flux模型啊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这样就可以 这个呢是一个标准的flux图片 没有加任何laura 下面呢我们来增加laura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将它的值呢先设成0.6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模型就是我们新的这个增加laura的这个模型 那别的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把这个采样器呢给它复制一下 搬贴一下 那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变化 别的呢不用去动 那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生成的图像 为了对比清楚呢 我们需要把sade呢给它统一起来 我这用一个公共的sade 大家看一下这俩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用了laura 这个地方没有 那下边呢我们在生成的时候看一下 大家注意啊在我们是0.6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得到了两张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效果 但是基本构图是一样的 但是你注意一下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但是也比较清楚的说明了两个图片的一个区别 增加细节这个就增加的很多了对吧 那我们可以把这呢稍微调小一点 比方说呢我这调成0.5 看一下0.5的效果是不是更好一点 大家看一下这个变化依然很大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某一个参数有问题 我们检查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guidance的位置 这个位置肯定是我误操作把它调的太大了 这个地方我默认应该是3.5 我们把它改成3.5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我们误操作像这样 或者一拖拽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去调 所以说大家注意如果出现这种诡异情况 就不要重复采样了 你去检查一下哪有问题 然后重新再来一下 好这个就看的比较清楚了 大家注意在0.5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人物 不管是在饱和度上 还是在整个人物的细节上 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就要好很多 当然你注意啊这个人物是不是好看 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那么这是这个 那我建议大家如果用这个Laura的时候呢 如果你想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还是调的小一点 我觉得1.5到2.0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比方说我们这用2.0大家看一下 大家注意这个就很明显了啊 看整个的色相啊 这个细节啊 包括汽车的这个地方 包括灯的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就看的很清楚 所以说呢大家会发现这个东西 其实还是很有效果的啊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个增加细节的这个部分 那我怎么去保持一致性呢 原来我们可以通过CounterNet的Tile 那在这儿的话呢 其实呢你可以通过一个新的CounterNet 它本身就是一个放大的的CounterNet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我们的CounterNet目录里边就可以 使用方法呢也是差不多的 好下边呢我们就看实际的用法 那还是我们从头来构建这个工作流 同样先来构建一个标准的Flex的工作流 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将这个Model呢 给它连上我们刚才说的那个Laura 我现在是做放大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调整的可以大一点 比方说呢我们先来选Laura 大小呢我可以给到0.9 然后这个提示词呢我们可以写的简单一点 就Best Quality 然后Masterpiece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跟之前一样把这稍微的调整一下 我们先存Condition 再把它进行Blax Guidance 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个放大的流基本上就好了 下面呢我们对放大图片来做一个处理 首先呢加在一个图片 这个呢是我事先生成好的一个图片 那首先呢我们先把它放大 跟之前的思路是一样的 让我们介绍一个新的放大技术 叫Scale to Megapixel 那这个时候呢它会把它放大到一个合适的分辨率 就让我这选的是1.0 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图片大小 我们把它打开一下 加注意上面啊它是1635乘768 那就是它会把它放大成一个高清图片 即便你这是1.0 那如果你是1.5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加注意它现在是1672乘以941 所以说这个比我们的普通放大可能就更科学一点 这是我们放大之后的这个图片 当然呢 你也可以采用一些放大模型进行放大 这个就看你自己这个是不是喜欢了啊 比方说我可以用这个游戏Sharp进行放大 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呢 它放大的这个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然后呢我们把它给存一下 这个我们叫up image 这个就是我们实际要操作的那个图片了 好下面呢我们来构建我们的control net 这我们会用control net apply 或者apply control net 还是用这个吧 这个应该是出错了是吧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这个东西啊 不用管它啊 下边呢我们用get 将我们之前的工作流全部取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调整这 因为呢如果我是从这给它存变量的话呢 这这样直接连是不合适的啊 所以说呢 就要先存上 然后再去调整那个guidance control net 这时候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新的control net 图片呢是原始图片啊 所以说原始图片呢我们需要存一下 叫anitimage ve呢我们需要连一下 要不然这个它是过不去的 下边是强度 强度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 0.75吧 我们常用的这个 end percent 不用去调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软缩放 然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positive negative 下边呢就是一个sampler blocks model 连之前记着先guidance一下 这个值呢3.5就可以啊 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增加细节嘛 所以说你太小的话会有一部分细节消失掉啊 所以说不是说什么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把这个条小 laten image 这个就不要乱用了啊 因为我们其实是对当前的这张图片进行重绘 所以说呢我们这用get up image 然后把它ve encode一下 那我们现在呢需要把参数调整一下啊 那我们现在呢需要把参数调整一下啊 这个不用调25步 1.0 scheduler 调整一下 这个地方就用1.0啊 你要注意不是我们进行部分降噪 然后去画图片啊 我们就是一个完整降噪 而所有的一致性呢是靠这个concent来保持的 那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下边来考一下 那我们就得到了这张图片啊 大家会发现它的皮肤上呢 其实有很多的细节出现了 那么 这个其实给的强度稍微有点高啊 那你可以调整哪呢 两个方法啊 第一个呢 你可以调整我们的这个强度 0.75这个强度 另外的话你可以把这给调整一下 比方我们这改成2.5 那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那么生硬啊 比刚才呢可能就要好很多 那下边呢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加一个image compare 两张图片对比一下 首先呢是我们的原始图片 然后呢是我们生成的这张图片 大家看看这是原始图片啊 那我们可以放大一下 看一下皮肤的这个细节的部分 就会有很多的纹理出现啊 当然呢 你会发现背景的色彩的饱和度呢 其实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那么 所以说呢 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呢 来放大图片 也是能够比较好的 保持图片的一致性 然后起到放大的一个效果 大家呢可以回头尝试一下 好今天呢我们聊到这儿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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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